我有些分享到神奇妙工作 亦希望大家有信心 神都会这样祝福你们,使用你们 其实我都时时收到不同的电话 有些人想学习,有些人想释放 我时时都是祝福 希望能够祝福更多人 而在上星期五 我们就为两个人祈祷 两个都是有邪灵的 其实三个都是有的 另外星期六有一个 在星期五有一个他很辛苦 因为其实他很严重 他拜偶像拜得很严重 拜了很多年 他以为能帮到 但是很奇妙 就是他发觉越拜就越惨 并且去那些庙 他们叫他做一些东西 就会帮你的,让你没那么辛苦 怎知做完还更辛苦 所以他决定不再找那些偶像 而在那时他有认识的基督徒 就劝他去信耶稣 信耶稣之后 总之很多邪灵的彰宴 和他的女儿都有精神问题 现在他女儿在医院里面 他女儿我们不能帮助 为什么呢 如果我们进医院 因为曾经一个隐日的医院 跟他做 就搞到他很大的发作 所以我们不会进去等他出来才做 我妈妈在电话祈祷 都经历到圣灵的能力 和邪灵在他里面发作 他就说 云到不得了,愿到不得了 没有力,又发气 整个人很辛苦 我知道在电话祈祷 真的要很久 我就不想在电话祈祷 我就说 你约了他的时间 在星期五的时候 你 起初他也是很辛苦的 忽然间 神就给我一个启示 那时候不是去再赶邪灵的 而是去享受神 心灵涌向神 就是心就一直 欢喜神 很感激神 我就是这样做 当我这样做的时候 我就问他 你现在觉得怎么样 他的反应很强烈 我们都摄露了 我以后会放上网 但是我会弄蒙他的 他的反应很松 很强烈反应 很松很开心 然后我们再和他释放 就是很大的改善 这个人都是需要继续释放 和他女儿出来的时候 会得到释放 有另一个 比较年轻的姐妹 他就 在里面 时常有邪灵的声音 和他说话 令到他很辛苦 他辛苦到是回不了学 辛苦到是 在公众地方闹事 很失控的 找到我们的祈祷之后 他就很奇妙 就没有听到邪灵的声音 然后就很松很舒服 这个就是第二个人 第三个人 他就失眠了七年多八年 也都辛苦到 他就想辞职 其实他有一份好的功 但他想辞职 因为他受不了 在见我们之前 他六天是睡不到 就是完全睡不到 就是有七年多 都是睡得很少 整天都失眠 而这六天是更加辛苦的 我们跟他祈祷 很明显 就有一个邪灵的照片 他的邪灵的照片 就是蒙蔽 那他蒙蔽如何呢 我看着他的眼 奉耶稣明吩咐的邪灵走 那为什么他看着他的眼 这件事 其实是由经验来的 就是不是 圣经没有说这件事 圣经有说到 我们眼睛明亮 这个人就会明亮 而有人说 邪灵在那个人里面 就会望到外面 我试过很多次 当然有些人也不惯 因为有些人 他看着一个陌生人的眼 他又不惯不舒服 我见到他不惯 我就不用这个方法 我说 你闭上眼睛得好些 或是开眼睛得好些 他说 闭上眼睛得好些 我闭上眼睛 这个人 他闭上眼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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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始看到他眼睛不断断 和反白眼 即他的眼睛不断在那里 四围走 没有眼睛看着我 而他说 起初好像黑色尖 蓋着 直接好像黑色尖 蓋着 后来一次次 黑色布 后来越来越清 到后来他可以看着我一段时间 因为初期他看了一会 已经不得了 很奇妙 他說在其他時已經很睏了 因為這也是我們覺得的事 失眠的人他不覺得睏了 他就開始睏了 他回到家睡了一個小時 他就發了一個WhatsApp給我 他說真的很好 他說這麼多年都沒試過睡得那麼平靜 沒有發夢和那麼舒服 然後我說今晚是一個很大的考驗 因為他經常很容易會想很多東西 我說你不要想那麼多東西 還有我就為他錄了一個錄音 就是親吻神的 我就說你聽一邊聽 站一邊放鬆人一邊聽一邊敬拜 然後你就睡在床 睡在床後都放鬆了人 一邊想著耶穌耶穌 他說感謝神 他說真的那麼多天都睡不到 但是呢 兩晚都睡到 是神的恩典 神的祝福 我希望大家都深信你都可以的 神是會做工的 神會使用你們的 首先你的問題得到解決 然後跟著你去幫其他人 是不難的 因為在耶穌 凡事都能的 一定是凡事都能的 雖然那個過程 有時候困難 不是因為耶穌能力不夠 是因為人的心未開了 人有障礙 身裏面有蒙蔽 這才說到這個蒙蔽 這個姊妹呢 她呢 開頭就看我沒有困難 就斬了 她的眼 她說我明明想看 但是沒有人看 眼珠向上滾 眼就一路越來越蓋 她說我現在真是信有邪靈的蒙蔽 我形容邪靈的蒙蔽 是好像什麼呢 好像墨魚 那些墨魚如果不夠敵人 那些人打的時候就會放墨渣 等人看不到她 她就走了 邪靈呢 當她覺得 咦 哇 雕徒在這裡 神的靈在這裡 她就害怕了 害怕的時候 她就會放墨渣 但是她就不是墨渣 她就蒙蔽 令到人看不到 這個情況 我都見過很多次了 有些又是說到 很蒙很蒙 是簡直的 好像蒙茶茶 而這個是最強的 就好像只有一塊布 黑色的布遮住了 看不到 然後就越來越看得到 這個都是邪靈的一個作為 也有些更嚴重是怎樣 整個人好像昏迷 但是她說我聽到你說話 整個人就黑了眼 好像昏迷 然後我們就叫她 你知道她聽到了 我們就合作 在羅鳳爺的生命 吩咐邪靈走 叫她放鬆 然後盡量深呼吸 因為 吹氣是一個幫助 這個都是從經驗 還有都有一些聖經的根據 聖經的根據是甚麼呢 就是耶穌向門頭吹口氣 她說 你們受聖靈 他們就能夠有聖靈了 他們就 第一 耶穌說 我父如何差異我 我如何差異你 我們 就是說 聖靈可以透過吹氣傳遞 這件事其實都挺多證明的 有很多人 包括我自己在內 有時候按手 聖經也覺得按手可以經歷聖靈 另外就是吹氣 即是他即時感受到神的能力 經歷到神的釋放安慰 我又這樣想 我說 聖靈是創造 聖父聖之聖靈是創造萬力的 所以 他創造天使 天使就當作邪靈 所以邪靈都是來自神的靈 但是邪靈和神的靈就很不同了 神的靈是充滿愛的 平安的 喜樂的 醫治的 安慰的 釋放的 但是邪靈是叫人 叫人在黑暗 在污慰 在罪惡 在懼怕裏面的 並且會死亡的 但是他有相似的地方 就是一樣可以按手接觸 傳遞 所以有很多異教都會有按手 去傳遞邪靈 譬如有些氣功、傳遞、醫治 他都是用手做事的 這也是可以傳遞邪靈的 並且 有些他會吹的時候 也會受到邪靈的 那我就想 如果邪靈可以吹氣傳遞 那你吹氣都可以吹出來 那我就試過這個方法 發覺都挺有效的 這是一個經驗 其實傳遞邪靈是甚麼方法都可以的 最主要是因為人的心未那麼開放 所以就用各樣的方法 那我試過見過一個人 我跟他傳遞邪靈的時候 他的頸子就漲了 那些血管 膨脹了 整個頭和頸就變成乳紅色 很緊張的樣子 那我就 第一個反應是放鬆一點 放鬆一點 然後我就吹了出來 一吹出來 他就鬆了 那繼續這樣吹的時候 即是繼續趕邪靈 他又再次又是這樣漲了 然後又叫他放鬆 吹 然後他就鬆了 那我就發覺 咦 這個方法可行 那我就發覺 很快 即有些人很緊很緊 有邪靈的吹氣 我就說 你放鬆 想著耶穌愛你 然後吹出來 然後就很快鬆 我發覺 即是有幾個因素 第一他放鬆的人 有信心 不要注目在邪靈的力量 又輕鬆的人 和邪靈都可以傳遞 吹出來 吹走了 那會不會傳遞我們那裏呢 如果我們生命沒有破壞 就不會了 因為我們經常跟人說邪靈 一天講到 如果傳遞給我們 一天又有邪靈 但是我們又沒有發覺 有邪靈在我們身上 所以呢 自己的生命和神 有好的關係 處理生命所有的罪 所有的污衛 所有不好的情緒 什麼不好的東西處理 就不用怕了 就會能夠處理 所以呢 中間有時有些人 哇 你說死了 我和人趕著邪靈 跟著有些邪靈搞意 我說不用怕 為什麼呢 耶穌一定 打贏仗 你信靠神 信靠神就一定可以了 並且 有時 給邪靈入侵 都有一個好的機會 讓祂知道要處理生命 即是提醒祂 你要處理生命 你下次不想這樣 你就處理生命 和神有密切關係 這樣就不再有邪靈 搞要了 這就是最好的方法 即是你只保住祂 也未必可以的 但祂怎樣 聽神的話 才是最重要的 這些都是 在 和人趕著邪靈的時候 一些的經驗 就發覺 真是 耶穌一定可以的 而我剛剛那次 試這個方法 就是說 好像祂靈飛去神 我為祂按手的時候 祂覺得很辛苦 而 我跟祂說 或者叫祂吹 它好像不是很快的反應 有時因為人不是每個人都那麼開放 那我就試試另一個方法 我就說 你試試放鬆 好像祂靈飛去神 我自己都這樣做 好像 好像湧向神 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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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謝耶穌 做了很短的時間 他即時就說 整個人都鬆了 很舒服 每次都說很舒服 就越來越鬆了 這些都是神的作為 大家有沒有信心你將來可以得釋放 將來可以幫人 施比壽更為有福 這就是我們的目標 而我們祝福人是不帶任何條件 也都不要求別人匯報 我們只是想祝福 訓練他 侍奉神 也都不帶任何條件 總之祝福神的國度 去到不同的地方 這樣神就將這麼多福氣給我們 我們不是期望在人身上 我們是神會給我們 我們都不是一邊做 想著神給些什麼 總之我就是祝福人 這樣的時候神就將很多福氣 一路陸續賜給我們 這是很多謝耶穌 當我們這樣做的時候 神就做了很奇妙的事 這個禮拜真的很神奇 神奇到難以置信 真的 當我們做釋放期都準備開始的時候 我收到一個電話 他人告訴我 我不知道好不好奉獻給你們的機構 他跟我說 我這個數目很大 十萬元 他告訴我為何會這樣 他其實認識我幾個月 他就來做釋放 由他的家人為他家人 其實我都不記得 到底奇怪到一次還是兩次 我都不記得 他就跟我說 自從我見到你 其實他說我三個教會都接觸 但你是最少接觸那個人 因為我只是接觸那些兩次 最少接觸 但是神一直感動他去幫我們 而他那天早上 他就醒了 四、五個醒了 他就有一種 就是好像哩哩圈 要做些事 他就拿了聖經來看 神就讓他看到 以斯拉記 就說到 不要遲言要見諺 他就告訴我 他就說 我不知道這是否神的感動 總之我就收到這個訊息 就是不要遲言為神見諺 他就告訴我 我說 這個正正就是我們現在的情況 就是因為我們 我們想 建立一個教會 就是 目的都是祝福 主要在那個教會裡面 人可以在那裡得到祝福 可以操練 因為有些人受到訓練 他們在教會用不著 但是我們又不會叫人來我們教會 我們不會這樣做 因為這個是神的工作 我們不會搶讓 但是我們訓練人是做甚麼 其實我們準備在星期日下午 我們現在在找地方 我們只是說那些人守訓練 他就是去祝福 總之四位都是祝福 不過有教會的好處就是 有些人會穩定參加教會 完全是這個原因 又不是為經濟 因為我是不會受身的 因為神功練我需要 我就不受身 就是說不是為了我利益 而只是為了天國 是有一個祝福和訓練人的教會和訓練班 能夠侍奉訓訓練 而這個數目是會令到我們 能夠放心去適合我們的地方 因為我們的奉獻都不多 但是又不是很少的 我們感謝神 因為衛生的人有在我們當中 我們收的奉獻 是可以足夠我們持續的 但是起初都是困難的 但是呢 感謝神 神會這樣公認 就是我們走神的路 神就會公認 而我們這所有數目 我們都一定是有核素師 就是全部都是 是不會 因為我們是侍奉神 如果有任何貪戀 你一路建立 就一路殘慰 何必呢 所以我完全不會這樣做 因為我覺得 錢是神所給的 我們全部都是很忠心的使用 免得有破口有破口的時候 神起願反而不如 做的都是白做的 所以我的心態就是 無論驕傲我們要處理 覺得自己厲害要處理 或者貪賜什麼都要處理 那我又感謝神 神 供應我以至 我不需要靠侍奉 來支持我的生活 那讓我 別人看到 都不是為我 我做得最多的 反而不受薪的 那是白白做的 但是我又很樂意去做 所以就鼓勵更多人去 白白去做 又白白去祝福人 所以這個就是神 就是一個 confirmation 因為之前我也有祈禱 神是不是開教會 但這個 confirmation 我覺得是一個 就是告訴我們 應該開的 但是我們現在 都在等一些答案 神一定會開路 我們深信神的祝福 神經病